臺皮金九本季第五次對決 也是最後一次交手 結果開賽兩邊可以說是相盡如冰 手感人冰冰的冰 雙方前面十二次出手都只中二 直到金九老將尚未翻 投進這球才稍稍回溫 第一節打完比數十五比十四 金九小贏一分 雖然已經五元季後賽 但立球直敗的金九 第二節從防守端做起 嚴密防守讓臺皮屢攻不下 加上洋將凱奧巴倫發揮禁區主宰力 這次上籃不知球進 還要到受印完成三分打 而且下一球馬上演出扣籃袖 一口氣連得五分 第二節看他一個人表演就夠了 半場就已經狂轟二十二分 並抓下十一籃板演出 double double 防守金九取得三十六比二十七的九分領先 不過換場過後臺皮很快回城 找回戰績第二的水準 在劉鎮這次切入上籃得手之下 臺皮回進十比三的攻勢一舉斑平 還多次賣到金九犯規 用罰球逆轉超前 帶著兩分領先進入決勝節 雙方陷入激戰 到底有多激烈 最後兩分鐘三度戰成平手 尤其是最後五十六秒 臺皮小跑車蔣宇安用切入上籃三分打搶分 金九林維翰 馬上就用外線鼓勵環翼顏色 比數七十二比七十二平手 雙方將在延長賽一較高下 而來到OT時間 歐布萊恩泛滿畢業 金九的標準打法就是把球給Kyle Barron 讓他在禁區發揮主宰力 但蔣宇安決勝關頭就是有辦法當英雄 無敵三分球果斷出手 Bingo 全場二十分進場 救贖這球最關鍵 而且下一波進攻 金九防守明顯出現瑕疵 讓劉真得以輕鬆切入八球 放進南框 臺平拉出四分的安全距離 鎖定戰局 中場八十六比八十二逆轉 英球 傷給金九十三連敗 軟體育新聞綜合報導